哈喽 大家今天聊一聊leadership 想问一下大家的经验 内向的人怎么develop leadership 以前关于leadership我也做过一个视频 里面我就讨论过 我心中的leadership 它是内因导致了外面的各种行为 leadership如果我们去查 总是定义里面会围绕一些怎么influence别人 但是这一些都是所谓的外在表现手段 我是认为能造成influence别人的本质 还是自己内在有主人翁意识 因为一旦自己有主人翁意识 觉得这个project举例来说就是自己的 我自己一定要从头到尾的 让这个project顺利的达到某一个结果的时候 我如果没有帮手我就自己干 如果有帮手我就也让帮手忙起来 是吧 更加efficient的 让其他的同志也冒在我这个project里 目的都是让我的project顺利的进行 是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自己能干 自己就take action 一个人如果无力完成 因为project本身的各种原因 可能它太大了 或者超过我们的expertise了 我们就是该找谁找谁 想尽各种办法 能抗面子的就抗面子 不能的 也要想办法自己去学技术怎样 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就是让它实现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跟内向和外向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内向和外向大家也知道 它定义只是表现为跟人沟通是不是可以获得能量 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完成一件事的时候 这个过程中消耗一些能量不是很正常的吗 是不是 就像即使在外向的人 他如果连续一个礼拜工作都不太睡觉 他也没能量了 估计也是提不起什么兴趣 跟人去搜索 跟人吹牛吧 都是闲着没事干的时候 大家我们才出去搜索 是不是 所以在一个低能量状态的外向人 和一个内向的人比较的话 我并不觉得这两者之间其实有什么区别 连续熬了几天夜玩的太嗨 是不是第二天也不太想搭理别人 处于一种相对内向的状态 对吧 它是一个spection 内向和外向并不是有没有leadership 或者是有任何能力的一个区别吧 所以我是觉得呢 如果内向的同学 或者自认为是内向的同学啊 想developer leadership 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不要拿内向这件事来限制自己 因为内向和外向绝对不是对自己能力的限制啊 在能力方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只是你想不想做这件事 是吧 内向的可行倾向于不太去做一些无用的social 或者这么说吧 在没有必要的时候 没必要不收手 但是因为如果有必要 你必须把这个任务布置给其他人 才能让他们引望进来 帮助你实现自己的想法 那我相信是无论多内向的人 如果真的designer这么强的 只能出去了是吧 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 其实所有的独立PI都是有leadership的人 没有问题吧 因为你如果没有leadership 你是不可能独立管理一个实验室嘛 完成任何project 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PI其实都是内向的人嘛 但是在推进project的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一旦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所有想法都是在完成一件事 那真的就是看见神仙就要去拜 看见小鬼也要去拜 是不是 因为就没有办法 他就在哪你就要请他离开 下面咱们就讨论一下具体如何develop leadership 我们群里的小伙伴就建议说 可以从自己比较 comfortable的领域 开始或者是场合开始 我觉得这个观点特别的好 我在这个基础上稍微的补充一下 我认为是可以尽量在自己真正在乎的领域 因为leadership像我刚才说的嘛 主要是一种主人翁意识 就是内在的主人翁意识 你必须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 所以一般人比较在乎的是什么 钱孩子是不是 即使是再放轻松 平时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生活着的摄影师 一遇到钱和孩子问题 你立刻认真的起来有没有 为什么认真了 有主人翁意识来 他觉得那孩子和钱是他的 他如果这个时候不认真 那有可能就被我毁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take action了 那也试图influence我了 就表现为对吧 我如果说小朋友其实可以放轻松一点 也不用去学那么多的班 他马上就跳起来了 我不同意 大家体会一下是不是 即使是一个很有leadership的人 也有不太在乎的地方 对不对 比如像我们有的群友说的那样 如果去一个seminar 觉得讲的也那就还好 对这个topic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那我们会很热情的 加入seminar以后的讨论吗 显然是不会对不对 我们心里都在琢磨着 我们要去再玩会儿手机 或者再去出去吃个茶一半 是不是 你自然就不会很active的involve 在任何相关的讨论里面 但是如果这个topic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是我们一个竞争者在讲 我们是不是竖起耳朵就听起来了 是不是这个seminar如果结束以后 我们也勇于发言 你这个做的不对 就是类似这种是吧 就involve一些discussion 为什么 因为你在乎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主人翁意识 这就是leadership的本质 那是不是想象 如果这个seminar 你的竞争者 如果诺的seminar 后面还有一个茶话会研讨会 你是不是老想发言 老想试图考验自别人 他做的不对 他不好 我的才好 整个lead了groupdiscussion 要不要好 即使是你在某些熟人面前 表现的比较外向 但是也肯定会在某些陌生人面前 表现的比较内向 因为就没有交流的feel 不想去做这件事 其实即使在外向的人 也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跟有些人话不投机 也没有必要去跟他start 任何coversation 是不是 就还不如这段时间就脑子放空 想着 待会再吃一个什么好腻 是吧 就是处于一种能量节省状态 即使在内向的人 如果遇到自己特别谈的来的朋友 就跟自己很熟的人 也还是可以激扎一阵的了 这个就是leadership也是一样 如果在我们非常在乎的领域 我相信在内向的同学 也会说出自己的看法 比如说在家里 肯定要立得一下自己的对象 是不是 但是如果也没有那么在乎 比如上班的时候 对这个topic 会议的内容 都关我啥事 一旦有这种想法 你自然没有主人翁意识 因为这个东西关你啥事 你肯定不是他的主人 你肯定不是他的主人 所以干嘛要去引茂呢 嗯 刚才呢 我举例都是用了孩子啊 还有钱啊 做例子 为什么我没拿工作做例子呢 因为是我认为啊 很多同学其实没有把工作 或者说自己的做的课题吧 当成自己的东西 哈哈哈 大家不要打我哈 我也是从一个小同学过来的 那在最开始做课题的时候 我认为那课题就是老板的课题 我只在帮他 是没有任何主人翁意识的 那既然我不拥有这个课题 他不是我的课题 我如何发挥leadership呢 所以我也是一种 班专的心情 跟大家也分享过嘛 或者说和尚壮钟的心情 但这跟我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我就是一个班专工啊 那我自然不会有任何leadership的 但这并不是说我 或者同学们大家哈哈哈 没有leadership的能力了 是需要一个思想上的转变哈 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在乎这个工作吗 是不是真的在乎你的课题 这就是这么简单哈 那可以说呢 从结果导向的话 所有的PI是如何成为PI的 肯定是在博后期间 就已经慢慢的在乎自己的课题了 对课题有用有感啊 觉得自己是课题的主人 而且是唯一的主人 参考一下我唯一的解释那个视频哈 如果你是这个课题唯一的主人 那所有的东西自然你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 有同学留言嘛 已经拿到了PI的offer 为什么心里还慌慌的 那是不是其实自己没有 之前完全拥有自己的课题呢 哈哈哈 因为如果你完全拥有了自己的课题 你已经被事实无数次证明 自己就可以一个人 drive一个project 从头到尾 我是不太理解有什么好慌的了 我当时的心情真的是就是如野马出江 哈哈哈 终于啊 不用再跟博后老板去耗时间 让他同意我才能去submit了 是不是只有 广阔的天地等着你啊 哈哈哈 有点车远了哈 回到刚才的问题呢 这一群友接着问的是呢 我感觉leadership需要人比较vocal 但是开会什么的还是会感觉不知道说些什么 我有时候觉得不是百分之百知道就不应该发言 但我发现美国人不是这样 他们可以很confident的讲出来自己不是特别懂的 还挺厉害的 无论是内向还是外向吧 其实在无论什么地方啊 比如说一个会议或者任何的讨论吧 就是一群人大家再说吧 这个顺序应该是哎 我对这个事有想法啊 然后我就想说 因为先产生了想法嘛 我想说 然后我就说了 而不是说我为了说 但我没有想法 所以我就弄一些所谓的话术吧 去硬说 就skip思考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对于所谓的爱人和艺人啊 在产生想法和说这里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因为产生想法就是idea方面 爱和艺没有任何区别 说这一部分主要是presentation skill 或者是对吧 就是说话的技巧 这都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经过training 我们可以发现啊就是美国这里 因为在presentation这里的training更多嘛 所以其实无论是爱人和艺人的话 都可以想说的时候说的很好 但是爱人和艺人主要的区别在于想不想说 而不是在于产生idea或者是说 爱人就不要强迫自己在不想说的地方硬说 而主要是在自己真正在乎的topic 然后尽量去让自己说吧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更comfortable吗 它也是一个从内到外更自然的流露的状态 而不是强迫自己在一些本来也不感兴趣 然后也没有任何想法的地方 为了说而说 这个就本末倒置了嘛 后来我就问这位群友 增加会议上的visibility 那目的是什么呢 他就说主要是想慢慢的brand yourself 然后在society里的话 有人nominate什么奖的时候会被想起 或者合作的时候会被想起 我是觉得如果自己这个人他在业内的口碑 其实只要交给时间慢慢的build up就有了 其实不急于一时 不是说我们就更加vocal 大家就会觉得我们做的更好吧 真的会这样吗 只要是看自己做东西吧 真的 当然了presentation skill确实也可以help 如果一个人讲的特别好 特别有条理 比如你看我的视频就认为我可能虽也比较清晰 也有一定的道理 这里是吧 但是呢 比如说nominate奖这件事啊 其实是有更加直接的解决方法的 就比如呢 我也得过一些奖需要nominate的嘛 那这一般情况呢 并不是说我就坐在那里等着别人nominate 啊 我们没有那么重要 是没有人会记得我们的啊 没有自己的亲爹 有可能还记得啊 对 可以给ttnominate一下啊 不是的不是的哈 通常情况是呢 我在网上看见啊 有一个奖 这简直就是我 我 这我的奖 然后一看哦 还需要nominate 那就是有一些人才有资格可以nominate我们吗 那怎样做呢 我们就直接联系这个人哈 就比如知道摄影师哦 原来可以nominate 他是有资格的 那我就直接去找摄影师 或者写信给他 或者就直接啊敲门就上门了哈 那摄影师不好意思 我发现有一个奖特别适合我 我觉得我行 你可以nominate我一下吗 可以这个事件其实就有点类似于以前我们小学选班干部哈 老师都是让我们要自己提名 那不能自己提名自己的 多不好意思 即使可以 我也不能说哎 我提名自己丢人 嗯 那就是事先跟同桌呢 打好招呼 一会提名的时候能不能提名我做学伟呀 谢谢 就这样我就当上了学伟 散花 其实啊 大家不要把influence其他人啊 就这个leadership看的有多严肃啊 多么就是高大上哈 最简单的influence别人 其实就是你想干嘛 直接提出要求 他就干了 这不就是influence了别人吗 本来他根本就没想到要nominate我 现在因为被我要求influence了 所以他nominate了我 就搞定啊 哈哈哈 在这里是不是就提现了leadership influence了他 本来他不会干的事 他先干了 influence 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留言给我 没有问题 不要不要 什么 说 不是我觉得 我觉得你得把这件事情强调一下 什么问题 就是leadership这件事情 它其实并不是 就是说这个中文翻译 leadership翻译成领导力嘛 对啊 其实的话就这个翻译其实是有点偏差的 我就觉得你刚才说的就是leadership 就等于是主人公意识 这个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翻译 嗯 就是说你并不是说是要是一个领导参加leadership 对吧 而且就是说这个中间大家就可以自己体会一下中国里面领导力和左中心这两种区别 其实是很大区别的 就像你说你比如说一个七岁小朋友他他就想自己接鞋带 他自己做人机他自己接了 对不对 他如果自己不能接他找父母帮忙把鞋带接好了 其实这个是leadership 是的 他以一己之力影响了父母帮他寄了鞋带 这就是最简单leadership的反应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啊 在网上我看到很多同学可能有误解leadership是必须是做了领导才可以做的 于是呢就会说为什么现在连小学生都要求有leadership呀 哪有那么多领导人的岗位 但是好像所有的position都要求有leadership 其实他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主人翁意识的体现 因为如果没有任何主人翁意识的人在任何工作岗位上 肯定完成度是不高的 因为就会产生当和尚壮钟 像我一样 是不是 我就是来打钟的 今天我就打完了就走 就对自己所做的事没有一个拥有的感觉 并不觉得它是自己的事 那关我什么事我就是拿pcheck 其实这个思维如果在的话 工作肯定是做的没有我们如果转换了思维以后做的更好 我们不跟别人比对不对 那我们的能力特别强 即使我装装我也比摄影师装的好 就是他即使有了leadership 他觉得那个课题是他的 他有可能没有我装装装的好 但是不是的 我们不是跟别人比 我们是生活在自己做主角的宇宙里 是不是 所以我们是跟自己比较的 那我们在上不上心 跟自己同等能力比的话 肯定是上心了以后 有了主人翁意识以后做的更好吗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也一定要留言给我 不要忘了订阅以及点赞哈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urora 坏